本节目由新鲜有营养 养出水仙机的叶子鲜补水面膜 独家冠名播出 又是这一幕的警告 这就是个警告 一幕被讨厌 这两幕的警告 原生一幕被讨厌 原生一幕是几乎的 一幕的实力 一幕被讨厌 准备呜 一幕被讨厌 很可怕 一幕被讨厌 摸呜 硬 电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我爷爷爷爷啊 有请火星情报局局长登场 呀 什么情况啊 好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还拍是吧 你还不过瘾是吧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 在火星开会是最开心的 因为我们是 火星情报局 欢迎大家来到 由优酷和银河库 出品快乐全球 全美联合出品 优酷独家播出的火星情报局 第二阶段的会议现场 我是局长 各位好 在座之前请各位用最热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齐贤大哥 欢迎老司机 好可怕啊 我们不懂 这一期 你来了 是啊 是啊 局长 报道 听说你回去偷偷地锻炼了 先过这一关 举不举 举不举 怎么可能 自从你举不起来之后 大家都可以用各种先方 等一下 你这么年轻就不举了吗 你觉得我这样的脸蛋 这样的身材 配上很壮的上半身肌肉 二头肌这么粗 不合理啊 跟鸡腿一样对不对 不好看啊 你长这样子说你见过身 那咱们是耕田的 薛之谦 我跟你讲 今天班本的时候到了 又来历史重演吗 大家给薛之谦加油 怎么现在连抬都抬不起来了 这些码拿起来好吧 好 好棒 举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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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了 我可以甩上去吗 前锋举给他看 这是不可能的 前锋举不起 有没有出息吗 太重了不可能了 等一下 这个是有变过的吗 加重了 我跟你讲这个 按我平时 我在前两年的时候 我屎都举出来 放下来 等一下 起先 老哥们 我提醒一下 没必要 这几亿的点击量 我告诉你 我不举一下 天下以为我不举 来 来 吴老师蹲下来最好看的是哪里 知道吗 是他的白袜子 好来 吴老师 吴老师 老吴 一起 加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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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吴老师的脸都红了 事实证明 吴老师举起来之前还要甩一甩 哎 人家至少甩起来了 薛之谦怎么甩也甩不起来 小心 哎 哎 哎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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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之谦 同样 我们还是要用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本期最神秘的终极特工 我们可爱的露丝 还有孙佳琪 賴之谦 以及海澜之家的国民男特工 张旭峰老师 欢迎 张老师穿上海澜之家的大衣 帅气程度又上升了好几个层 是的 当然我们还是用最热的掌声 欢迎我们火星情报局最重要 低位最高的初级特工 欢迎下载火星情报局的APP会议现场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精彩的片段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信你就可以试试看 接下来各位 我们每期会议开场之前 都会介绍一下神奇的装备 什么装备 帅哥 今天如果哪位女特工获得的话 帅哥带回家 这个男的也可以带回家 男特工请看她的装备 三二一走 装备厉害了 这不就是普通的一件披风吗 好酷 好帅 你把这开关按掉了 好好看啊 你不觉得吗 平常走路在街上都是这样走的 好了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天安工作了 雪狐 好 凭直觉呢 你想第一个听谁的 听前锋哥的 哈哈哈哈 哇天哪 前锋啊 谢谢我的雪狐 哎呦你的雪狐了 我发现 出国时没有闹过笑话 那都不叫旅游 好 一点都没有反应对不对 非常好 提个案都可以垮掉 哈哈哈 我的这个提案 在微博上面 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现在呢 地球人刮起了一股 境外旅游的热潮 但是呢 大部分人在旅游的时候 上车就是睡觉 不要下车尿尿 哎 排队拍照 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内容 如果说到国外旅游的话 一定要感受一下 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 嗯 我有一次到马来西亚旅游 知道马来西亚就是岛国嘛 俺的家乡啊 对对对 乌老师的家乡 阿巴卡巴 看看乌老师的这个肤色就知道 很健康 但是我天生皮肤白 是 陈锋是天生的 嗯 他不是爹生的 哈哈哈 就约上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就是浩铭的经纪人 思杰哥 啊你的风格不像约男的去的 因为没有女孩在那里 哈哈哈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 中午12点钟就出去了 两个男人在一起是经验不足吗 哈哈哈 我就这样晒 晒了三个小时 哎呦 一定得皮肤矮 对 哈哈哈 然后第二天我们整个人跟你说 就是这样的 整个胳膊都抬不起来 就是晒香了 然后见面打招呼都是这样的 哎你好 哈哈哈 然后就整个人脱皮 我有一张照片 哇 哇 哇 皮是这样可以撕下来 整张撕下来的 你当年有腹肌耶 这是背面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当年蛮有钱的 还没出道就算凯文克拉耶 啊 这是地摊上十块钱三条 哈哈哈 哈哈哈 薛泽你关注的点跟我们不一样啊 啊是吗 你老是盯着人家内内看看什么 没有啊 哎我的天 说到这个点呢 局长啊 我跟他的经历是一样的 但是比他更离谱 我当时也是出国的时候嘛 然后在留学的时候 我不是穷读书嘛 然后我带了个照相机就去了 啊 跑到海边去看 我当时还没见过 沙滩上的人 全是罗的 哇 但是在国外啊 这是很正常的 就大家男生女生在太阳的时候 他都是脱光在的 是是是是 我当时到到到了那个沙滩 我哪知道那么小 二十几岁没见 女人都没见过 开玩笑过去 我当时竟然是开心的 你可以理解吗 你的反应是 还是 哇 男生变态啊 我本来想举起相机拍照 那个不礼貌 那绝对不礼貌 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嘛 对不对 是 所以我就斜着看 就感觉在看海边在这样 啊 用余光看 天哪 为什么你要夹这么紧 这个问题可能跟生理构成 男生嘛对不对 对 我当年血气方刚 又不是像现在在布局 没有 别 然后我就走过去了吗 但是我不懂对不对 我就看到 外国人开放到这个程度了吗 当时你想我也不能输 没有了 我当时就走过去对吧 但是我作为中国人 他是比较内敛的 他不敢的 然后我就躺在一个躺椅上 这时候你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吗 躺椅上原来有一个人 你躺在别人身上 我瞎 就叫别闹了 我可以接受女生在晒太阳的时候 因为外国人嘛 全裸是OK的 但是男生穿一条裤头也是OK的 你不穿也OK的 对不对 对 但是为什么 你要穿一条丁字裤晒 我觉得很奇怪 你男生很在意 你上半身晒了骨同色以后 你还介意你两半屁股没晒到吗 这时候有个男生过来给我打招呼 很壮 身材很好 然后丁字裤 就比如说我躺在这边 嗨 哈喽 我刚刚到那个国家 我不知道他们的礼节是什么 他过来握手对不对 握完手以后他就过来亲 他就这样 对 这样 我觉得他先亲我一下 我觉得这可能是礼节 对不对 很正常 我也不能丢脸 我就回亲他一下 众目睽睽睽这样 他亲了我一下以后 我就站起来以后 站起来够不着 你说对了 他很壮 对 对 然后我就这样子 我就这样 没有那样 就这样 我这样也亲他一下 然后旁边还有个男生也过来 也是丁字裤裤那些人 就很乖乖 他过来 但这个男生很奇怪 他过来问完以后 他说嗨 他在亲的时候 他基本上亲到半张嘴了 我当时也没多想 我想 礼节 礼节 这是他们国家的礼节 我也这样 亲一下 然后旁边的人有些人就开始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这样聊聊聊天 突然间你发现 好多男的在后面排队 对不对 没有了 结果到后面 他们开始脱裤子了 全是我 你知道吗 我就当时就反应过来 我说不好意思 我就先走了 我说我就不完了 然后就走了 回家换丁字裤 然后又去了 我那个多可爱 我小时候长的 连腿毛都没有 滑溜溜 像一条泥球一样在他们面前 哎哟我的天 这个经历真的很窘 很尴尬 出来以后都觉得很尴尬 超尴尬 孟晨 你第一次出国是去哪里 我去泰国 对对 那个时候 基本上新马太 经济实惠 然后我就去到一个沙滩 那边有一个 就是看鱼的一个项目 潜水 看鱼 对对对对 我就说那既然来了 那肯定要去看鱼 对不对 七点钟 就把我们叫过去看鱼 鱼都没洗 对 那个人很凶 好 当地人们又黑 说走 走 走 然后所有人就 然后又害怕 身上又没有手机 什么都不能带 天哪 然后在鱼船之后 他就说男的 这边 女的这边 然后手抱头 手抱头 你到底去了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其实那个不叫潜水 它是 浮浅 对 它其实就是那个 看一下鱼而已 然后我们就排队 排成一众队 走 走 蹲好 然后那个黑色的人 拿到鱼 看 看 快看 看 这边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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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下一步 抱头 坐好 看 看 鱼 所以那条鱼特别无辜 神经病 没有排成一条之后呢 他就给他照了一个 像那种宇航员带的那种 玻璃照一样 然后一照下去 整个人就消失了 连炮都没冒一下 天哪 我就很害怕 那我是留还是下去 我就看到那几个人 然后我就还是下去吧 我就下去了之后 当时一给我带 我脑子一片懵 然后我就松手了 我就在水里飘啊 两秒就到地了 眼前就一片浑浊 什么也看不见 然后就拿了一堆面包扎 然后在那个玻璃面罩前面 然后就撒烂 然后一堆东西在前面 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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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鱼就看完了 是鱼看你 这每个人出国总会去体验一些 所谓的新鲜的项目吧 因为你第一次出去 你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多玩一些 我和他们其实都不太一样 就是在法国机场遇见了一个 特别让我奇葩的事 差点让我没赶上飞机 因为法国机场吧 服务员特别吓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个就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树賴本人 树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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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蓝是什么呀 别闹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树蓝 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树蓝 在我的面前 我当时要办一个生仓 一个黑人女的服务 她都特别好 我走过去了之后 那个黑人女 就慢慢地抬起头说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我当时觉得我好着急啊 我说那个不好意思 我想生仓 然后她说 OK 然后在我们中国的时候 所有的业务员工作的时候 都是这样敲击键盘的 这样的 在马国的服务员是这样敲击键盘的 OK 好像 真的 她一边这样敲击一边一眼跟我说 Have a nice day 我都要苦了 老吴你应该是走南闯北很多 大家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 是 所以离开马来西亚我就算出国了 对 我记得十几年前 回来内地 被一个刚刚入行的经纪人 邀请我说 吴大哥有一场晚会 想请你到烟台去演出 那我就去了 当天去一落地 哎呦 机场一出来 兵力来接我 哇 兵力啊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不得了啊 我就跟他去了 走着走着走着 到了一栋很大的建筑物 哎呦 上面写着喜遇中心 我就说到了吗 她说吴老师到了 是这吗 她说你住着 我们宴台里面最大的总统套房 就在这里面 我一听也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对 我说那那就去吧 那一进去里面 老板不啰嗦 然后口袋一拿 就放在桌子上 我说这什么 哎呀吴老师 这个你来了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小意思 给个红包 我碰 碰的一下 像放个哑铃在桌上一样 因为演出费已经给了 那见了面又给一包 这样子 我就心里觉得 哎这老板人真好 真客气 吴老师爷到时候 什么钱都收哈 对对对对 看到就收了 到了下午三点 就彩排了 就带我走 奇怪 真的是往洗浴中心里面走 走着走着走着 好多穿丁字裤的 我正在排队 哎 拐着拐着拐着 但我走上一个小楼梯 一个幕一拉开 我走得上去 一个小舞台 我告诉你们 本人是在香港鸿坎体育馆开演唱会的 没错 本人是在北京工体体育场开演唱会的 我这一次第一次经历到台下躺着三百多个人 听我唱歌 我就把我的经纪人拉到旁边去 我说哎 我今天没有落魄吧 落魄到要来洗浴中心演出嘛 他说五哥 他们给我的合约也是写晚会啊 没说洗浴中心啊 我说那来了怎么办 他说来了你就唱吧 他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老板兵力也派出来了 对啊 红包也给了 红包也碰一下了 对 我也收了 问题是 你知道吗 还要等到十点才让我唱 因为十点的时候 才是洗浴中心人最多的时候 大家吃完饭都过来洗澡 我就咬着牙根 我说拼了 跟他唱了 第一首歌是快歌嘛 对不对 当我开始都好像一阵风 我讲就麻醉自己 麻醉自己 让自己嗨 你知道吗 第一首歌混过去了 好 第二首惨了 预备好的是 曼哥 《思念谁》 你知不知道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唱到这句要停顿嘛 停顿的时候就听到下面 然后还有下一句 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 就听到下面 疼 疼 轻一点 轻 轻一点 轻一点 下面再跟你比 轻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 在这么悲惨的环境 唱完一首《思念谁》 在有演唱会在鸟桃的时候 是不是唱完第一句以后 也有这种声音 有有有有 在心里面 我告诉你 现在谁鼓掌我都觉得是这个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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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 中中你呢 我觉得我们掌握的词汇量 跟老外沟通 一点问题都没有 真的假的 我跟我妈去法国 然后呢 就跟着我妈去买鞋 她买了鞋以后 我妈非要让我问那个服务员 说这个鞋是牛皮的 还是羊皮的 可能对老人家来说 牛皮羊皮很不一样 但我不会说牛皮还是羊皮 然后就跟那个小哥说 这是真实的 咪 我妈 妈 然后这服务员说 这是 小哥真的脸 砰了一下就红了说 咪 我就告诉他妈 羊皮的 所以就是你出国完全不要担心 我们了解的老外都能懂 你要表达什么 其实很多用直体语言都可以 关键是你敢不敢做 谢娜 我的天哪 那是一个高手 娜娜在飞机上发现自己感冒了 想要感冒药 她就分分钟可以要到叮咚 然后服务员 拉贼 其实我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就是比如说英文不好的话 这里有一个这个旅游神梯 只要你有这三件T恤的话 走遍全世界都不怕 真的假的 你看 这个呢 就是这个住宿的 别乱指 我要介绍一下 这是那个浴缸 这是我要吃饭 特别好 这边是旅行的 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 我想要借一个摩托车 然后去吃一个 你干嘛就非要点那两个点点 就是 你不会往下一点点 要弄一件点餐的 鸡猪牛羊菜汤 我这儿有 点餐的 说来就来 来 这个我看得出来 等会儿 这就是一口怪兽冰狼 一个一口怪兽 两个一口怪兽 三个一口怪兽 比如说你要吃辣椒 一度辣 就是 微辣中辣 重辣 变态辣 这个使用 出国旅行啊 就是为了寻找一些 不可能得到的一些快乐 比如说人很放松 维维你比如说你要到国外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很放松 我有一个方法 是可以让我完全放松的 因为很多人啊 去国外的时候 其实都害怕遇到危险 据全球部门统计 百分之八十八点八的游客 都是在 这么吉祥的数字啊 就是随便一说 你真的好随便 你现在梗都好出 百分之八十几的人啊 大部分都是在 国外的交通工具上被人骗 比如说被骗钱啊 被讹这个车钱啊什么的 但是我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你在国外 依然有一种本地人的感觉 啊 这个方法非常的厉害 就是学当地地的音乐 学一首歌 比如我在巴西的时候啊 我就一上车的时候 我说师父给我开到哪里 哪里哪里 然后师父就说完了之后 我马上就不理他 把耳机堵上 然后开始哼唱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 哇哦 在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很久 要不然你不可能会唱这首歌 如果你是非洲的话 把耳机一戴上就这样 神经病啊 峰哥你刚才提这个体验啊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到国外去玩 还是能够开心一点对不对 对 就是放开自己 勇敢地去表达 还有就是给大家安立一个神器 不但可以背女朋友 而且可以解放男朋友的双手 哎 我知道了 夹嘛 夹 我的这个神器就是 背后的安全座椅 来 我来试一下 薛基迁 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也都是我啊 谁还愿意陪你玩这么无聊的游戏 好 站直等一下 好 来 别动啊 要忍住啊 这个是一加三口用的 什么一加三口 后面还可以坐 你们俩以为我是公共汽车啊 一加三口吗 走着 走 很好用啊 杂技 别闹 别闹别闹 潜丰跟牛一样 哎 你不做牛真可惜了 下辈子吧 为什么每次潜丰找那个 薛基迁搭档总那么尴尬呢 没有 我跟你说 还有一种秀恩爱的更高境界 背前面 我的天啊 潜丰 潜丰 亲爱的 我来了 好用的 你看 对不对 这可以的 但是我这样看下去我会不会很猥琐 对 好怕你没跳得好 跳到那个尖尖上 潜丰 潜丰 好舒服 好舒服哦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 这个马上就要进入到2017年了 我觉得出国旅旅游也是一种 特别好的放松心情啊 到国外啊 反倒你大胆地去讲 现在Chang Lee是反正大家都能听懂的 我觉得旅行不要怕出丑 不要怕出错 不要怕出洋枪 大胆地体验自己不曾体验的人生才是 旅行的真正意义嘛 好 通过 接下来我们有请彩儿想听谁 我想听 孟臣 我发现 挨骂比被夸更让人进步 说谁呢 孟臣我觉得你个人提这个算是很勇敢 这都不是什么 我有一个经历 就是我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导演 但是他有个非常怪的脾气 非常喜欢骂人 活 他的那个点很难拿捏 他非常不喜欢女生补妆 只要你补妆 他就会 为什么要补妆 他就发 教我们演戏的时候 导演都会过来对本子对不对 我们说台词的时候 他也要说 他说我们就要停 他停我们马上就要接 他如果再说的话 我们也再说 他就会这样 干什么 昨天晚上没本子吗 这么不走心 说这么快 什么意思 他又开始抓狂 等一下 你确认说的那个人不是我吗 我说的是你的将来 他在这还在模仿我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戏 我妈妈就来看我 我说你别去 我害怕她骂你 导演又发票 看你带妈妈来呀 你以为我没有妈妈呀 哎 然后你妈妈说 啊她敢 她骂我我就骂她 然后有一天晚上睡觉 突然一下我就坐起来了 我就梦见我妈妈挡我镜头了 我说妈 走 走 别 你倒镜头了 走 快快走 走走 走 已经被骂到有阴影了 对 还有你不能耽误她收工 因为她有高血压 一天拍二十几场戏 她准时准天九点要收工 所以一大清早六点就要开工 她演戏只能一遍过 所以她让我哭就哭 非常哭 妈 别走 笑 别笑 别哭 就是因为这样 就养成了一条过的习惯 就是你已经跟魔鬼合作了 接下来所有的合作你都觉得是天使 对 我是这样子的 坐在老板的身份 我是从来不表扬别人的 为什么 你表扬她 让她有更有自信心以后 你要给她加工资的 你就不要表扬她 大家有一天觉得 有点想走的时候 但你又觉得这个人很重要的时候 对吧 你再去求她 我觉得从头到尾 就是应该把她的缺点全部指出来 她才会进步 对 真的 我身边有两个特别跟我 很忠心的员工 她以前什么问题 我就是照着脸骂 这个服装什么什么问题 你会不会做餐饮 骂一东 她现在就什么都会了 那涨工资了吗 涨了 就是你的女人要说话 让她说吗 好啊 视频被播出之后 然后就有很多人骂我 我如果不发微博声明 别人就一直在骂我 我发了微博声明 骂得更狠 对 骂得更狠 我有经验 这样下台我们私聊好不好 在这里跟各位网友讲一下 特别是我的亲友 就真的不要去攻击人家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我们就是一个游戏的过程 人家一个姑娘莫名其妙 被别人骂成这样 真的莫名其妙 何苦来呢 她又不像沈梦辰一样 对 如果是我 那也还是别骂 对 这边我也特别想跟沈梦辰说一句 我前两天收到一个微博 沈梦辰上热搜了 她就被别人莫名其妙就要骂上去 可是你要知道 她就是一个综艺 你何苦要去攻击一个这样的姑娘呢 别人做错什么了 就是火星情报局的首歌里面 我有写过一句话 就是现在真的很多人就是 因为在网上说话 你就是不需要负责任的 对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她难道真的去做军人吗 她不是军人 请大家用一种比较开放的眼光 去看待这件事情 她就是一个综艺节目 不要去这样骂别人 目前要哭了 这样子我也好喜欢你哦 怎么办 来吧 嫂子 今天冬至你可以亲嫂子 今天冬至可以吃饺子亲嫂子 来吧 你选择吃饺子还是亲嫂子 对我来说饺子就是嫂子 什么亏啊 真的觉得刚才那一段话 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意外的收获 宽容一点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些 我觉得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对不对 是 许峰啊 你是老师啊 你会不会 因为很多年前我并不是老师啊 然后的话现在我在网上被骂的 其实也挺厉害的 骂你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作为一个老师不务正业 来到咱们火星天宝局 当海连这家国民男特工啊 我关你屁事啊 被骂的最狠的一次经历 是我上大学期间 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 当时呢也交了一个女朋友 对我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的父亲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你一个东北的穷小子 是不可能娶到我们家姑娘的 你马上跟她分开 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早晚会后悔的 你应该说那句嘛 关你屁事啊 我觉得的话 他既然这样说的话 我一定要让他去后悔 而且有的时候 如果说你相反的话呢 你去夸 你越夸 反而可能会越效果不好 你比如说你看很多奥运冠军 你越夸他 他可能就压力越大 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的 而且的话如果说我们去就是迎合一些这个夸奖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别人的一个玩偶 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 我这个人最喜欢人家看不起我 因为你看不起我的时候就是我突围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怕被骂 不怕被批评 不怕被瞧不起 如果等你老了 才被瞧不起 那才叫做完了 哇 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 我觉得这就是火星情报局会议的魅力 随时随地 都能够有人按照火星情报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 唯唯 这个一听你应该很想讲吧 其实我特别怕被挨骂的 就是你越骂我就越像你骂的那样 从小我家里人就说 你好丑 你好丑 报错了 报错了 然后我真的就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好丑 你真的就报错了是吗 没有 但是如果有人赞美我 我就真的可以变得更好 报对了 报对了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在挨骂中度过的 闹心的时候我就拿脑子撞墙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脑子长得和别人不一样 真的 我就拿脑子就撞 撞了之后发现自己还不好 废话能好见鬼了 直到有一天我成功了 撞穿了 屁啦 老师表扬我了 我老师当时就说了一句 说了这个孩子真不适合学习文化 他适合学习艺术 老师一教作业的时候 谁都教作业本 我都教歌词本 老师让我出门罚站的时候 我在外面跳跳舞 所以老师当时就说 刘维 你说不定就是一个艺术的天才 老师第一次夸赞我 哇 这个老师了不起 老师叫什么名字 刘虹 我第二天我就辍学了 你做人太果断了一点吧 对 我特别果断 因为我这辈子就在等着一个肯定 神奇病啊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我在路上一直想老师说一句话 老师说一句话 突然间我暂停了 我要上异校 谁笑的 我就在异校学习 突飞猛进学业排第一 全班我是艺术的坑把子 整个学校的联欢会 什么都是我来表演 我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到今天 我觉得我特别感谢这个老师 赞扬是需要的 说好 我特别赞同刘维的这个观点 我是上过上海戏剧学院的人 是进修一年制的 我跟另外一个叫郑丽的一位女同学 表演完一段台词 以后我的台词老师 叫陈婉华老师 就带过历届本科班的老师 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表扬了我们 前锋跟郑丽同学 你们的台词水平 已经能够达到本科毕业的水平了 这句话是对我很大很大的鼓励 到最后我就放弃了表演 然后组织 就是我在语言方面的天赋 你练练啊 我们上戏学的是舞台表演 我来邀请沈梦辰跟我一起 老板 请你给我来一碗 鱼丸出面 我这样 喝着 没有 什么 哎呀 那可如何是好呢 哎 给我来一片 一叶子鲜补水面膜怎么样 好啊 可是 我们没有鲜补水 没有心不锤 怎么叫做叶子面膜呢 好尴尬 基本上夸张了一点 你就承认一下打个广告就得了 中村好看你笑得那么开心 你被骂过吗 其实我一直是什么都一般 然后我也喜欢什么都一般 直到有一天 放学的时候路上有一个老奶奶摔倒了 已经很多人围着 但是没有人去扶她了 我就先去扶了那个奶奶 就把那个奶奶送到了派出所 第二天的时候 她的家人过来道谢了 结果在那个升旗仪式上 就把我叫到了主席台 就表扬了这件事 在全校的面前 然后你突然就觉得 自己是榜样了 但这个时候我的学习成绩 好像配不上我榜样的身份 退学了 那个时候你就突然好像就开了窍了 然后那一下子我从年级的 一百五十多名 变到了年级的十几名 好厉害啊 鼓励很重要 我是一个不会骂人的人 如果说要赞美或者要批评的话 应该是有技巧 就是你批评一个人的时候 你把他叫到没人的地方批评 表扬他的时候 一定要大家都一起来 今天我跟你讲 刘维的那个点接得太好了 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是有方法的 老吴当过很多很多年的这种评委 骂过很多人 我没骂过人 当时他们几个人被称为毒蛇评委嘛 因为他脸本身就黑嘛 我跟你讲 被人骂的最多的是评委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批评跟建议 但是往往群众听到的是批评 没听到建议 所以我们是被骂最多的 但是作为一个评委 不只是对来参赛的选手有责任 我对社会是有责任的 我觉得在社会里面 很多人也爱唱歌 所以他们也希望得到一些养分 要不要是这样 薛之谦 你唱一首歌《吴老师》 你要我的命啊 3 2 1 走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啊 我想给你个拥抱 像以前一样可以吗 等等 键盘手 我们先把调子给抓到了 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 老师你就不用弹 我就清唱就好了 没关系的 老师你不用弹 老吴也是一样的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啊 我想给你个拥抱 好想以前一样可以吗 你推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 我只能扮演个顺势 我只能扮演个顺势 才能和你说说话 我能送你回家吗 可能外面要下雨了 我能给你个拥抱 我能给你个拥抱 像以前一样可以吗 我能给你一个拥抱 我能给你一个拥抱 我能给你个拥抱 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 其实是找我 不能说想你呀 你就当人时的生事 闹了个笑话吧 我 接下來我們有請評委老師 給一些意見而點評 掌聲鼓勵 要聽心裡話嗎 聽心裡話 聽心裡話當然 因為我覺得薛志堅 是一個很強大的歌手 他完全可以表達他內心 所要表達的情感的厚度 但是你剛才這段唱歌 你可以很容易地打動一個女人 但是不見得能打動男人 對男人的話 還要再淡定一點 再把自己放下來一點 這樣你就可以男女通吃了 明白了 前方 站起來 快快快 爭取這樣一個機會 5 4 3 2 我找不到 我逃不了 你所謂 這下好尷尬 而且這個不是做出來的 這很真實 對 帶著 把我按兩下 你幹這個不錯 沒開嗓子 他們開嗓了嗎 對啊 你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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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謂的 那所謂的 愛情的美好 我什麼都不要 你知不知道 若你同我 若你同我 大家說 要不要給前鋒再一次機會 不要 好 我想問前鋒 你對唱歌 本來有什麼想法 他是本來有想法 後來走不通 就變成主持人了 我給你一個建議 當一個非常會唱歌的主持人 厲害 異語驚醒夢中人 是的 言下之意就是叫你千萬不要去做主流歌手 對 對 我就藉著剛才 起弦的點評 我來做這個環節的總結 我要告訴大家 讚美這個東西啊 很好 但是也很可怕 往往讚美呢 它會讓人誤解 你滿身上下全都是美好的 同時也非常非常固化你的缺點 而批評 他會化壓力為動力 施語批評 比施語讚美的那個人更難當 因為他要找到最恰當的情緒和語言 讓你聽到心裡去 這個好難 對 所以現場所有的年輕的朋友 包括網絡那一頭的遠程特工 希望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獲得批評的請表態 接下來我們要用讚美的雙手 有請我們的薇薇給我們帶來 萬眾期待的 感謝金主環節 有請薇薇 第二號全國中學生 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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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帶在召喚 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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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梦梦梦梦 叶子月末给你不一样 现在请 我没有更漂亮 别怀疑 你就是不一样 一代再召唤 一叶子月末 一代再召唤 先补水月末 一代再召唤 一叶子月末 本局会议由一叶子新鲜面膜独家冠名 一叶子鲜补水面膜 新鲜有营养养出水仙机 本局会议由明星旗舰Vivo X9手机 特约赞助 2000万柔光双射 照亮你的美 感谢海岚之家提供服装赞助 火星特工都爱男装国名品牌 感谢一口怪兽冰狼 怪兽一口精神抖擞 对本局会议的大礼支持 大家可以通过火星期冒局的官方微博微信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这期最后一个提案了 披着毯子的雪乌 选表现非常好的薇薇 哇 薇薇 2016年火星期冒局最后一个提案 我跟你讲 一定不会让局长失望的 我发现 只要一个字 就能总结你的2016年 大家说什么字 爽 他们都说穷 但是那边有个男孩 张着大嘴说爽 爽一年好辛苦 每到年末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总结 不过现在的年终总结真的非常的单一 所以今天火星人针对总结男 给出了一个很有逼格 用很有意义的方式 那就是一个字图写你的一整年 我要先邀请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本房四宝 哇 写字啊 感谢我们的喊岚特工 这也太难了吧 完了 写字好难看喔 哇 真的要写啊 哇 死定了啊 我跟你讲 大家现在赶快再想一些特别简单的字 一 薇薇 啊 那你先 那么就有请我第一位 来用一个字来总结一下我的2016年 你提这个二你肯定先练过来 我真没有 跪下 你占比会不会占啊 啊 吃烧烤啊 这不是这么占吗 太少了 太少了 电影里都这么占的 起来起来 哎呀 我是皇上 皇上 哎呀 我的天呐 没见过这么娘的皇上 黄阿玛 2016年 我觉得这个字最能代表我了 呵呵是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哈 好像刘公公啊 哇 真难看哎 一看就是一点功底都没有的 哇塞 一点笔锋都没有 哇 还是弯的 哇 好丑好丑 还抖 我的天呐 撕出来都那么娘 我的天呐 要命啊 我的天呐 钱 钱 哎 等一下 我是你的一整年啊 哎呀 好 举起来给大家看 他是钱 他没疯 其实钱看起来很庸俗 但是在这一年对我的意义 非常的重大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赚过这么多钱 请问账户里有多少钱 几位 你就告诉我们几位数 几位数 几位数 七位 八位 九位 十位 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十一项也十一项 哎呀 不要再问了 这我都讲多了就庸俗了 但是为什么我会说钱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现在就是通告费给的越来越高了 然后我其实现在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 其实我现在录火星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乐了 有的时候 为什么 是因为钱给的太多了是吗 我减一点 我减点工资啊 减一点 减一点 第二期给他涨价了 我都没有哎 没有 没有给我涨价 翻脸了 涨价 我没有涨价哎 没有 没有 真没涨价 真没涨价 哎呀 没涨价 然后我每次来到火星都希望表现得好一点 因为我特别怕是因为我自己工作多了 来火星表现得不好了 所以我每一次表现得不好的时候 我心里都特别特别内疚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现在拿了多少钱 我就要对得起这个钱 我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表现得更好 你了 我有一首歌我特别想唱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内心非常短很短三十秒 我主要就用这个歌来告诉大家 我迟迟赚了多少钱 把那个数字称出来 耶 2016年 我赚了很多钱 谢谢所有人 只要谢谢你 啊 耶 让我把钱放进替换机 我感觉不可思议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哎我却怎么那么多钱 从没想过有这一天 啊 我也可以赚很多钱 2016年 我要赶这一年 这一年都是money money money 每一次看到money money 谢谢 谢谢 谢谢火星群暴局 谢谢 你没有唱到具体数字啊 歌词百千万十万百万 哎我去我看到那么多钱 就不听歌词那啥呀 接下来孟臣 哎呀杨力好大呀 哇好像小燕子 看看孟臣 孟贵人加油 好 格格要小心啊格格 小心此磨有射箱 哎怎么写那个字 哎自己都没想好 这什么啊 四 嘿 你这么早猜出来干什么啊 你会不会懂不懂综艺啊 我写的比刘伟好看好多 不行我早成 你干嘛要写呢 直接把墨泼上去就好了吗 嘿 2016年我收获到的是这个字 嘿 有两点 第一点呢是皮肤黑 黑没有什么 就是黑我骄傲 黑我自豪 黑黑 对黑黑更健康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黑 我觉得为什么那么招黑 是因为太感性太不理性了 做什么事情 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我哭她唱歌那个 就是我太感性 如果我再多一秒的理性 再晚两秒哭 让她把歌唱完 我再哭 哎真的说实话事情的结果就不是那样 我反而觉得真性情是这个时代最难得的 但是我我往往就会就是把那个真性情用得太极致了 就是不太懂得去思考 就是那个理性太少 你要想想看啊 这个黑的底色是红 红到发紫 紫到发黑 2016年你太红了 所以希望你2017年的时候 能够更加淡然地去处置 然后让黑又变到紫 紫又回到红 希望你2017年越来越红 电视局长 接下来 鱼儿 写啥呢 我写 猜猜看 我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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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遇见的一个字 遇见的 女 哇 华 华耶 火 小桌子写得极好 这个真的胆子大了 你看把华拆开来就是土大亏 就是他的2016年又土 又大又亏 又亏了 好好 但是我讲讲我这个垮子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作为主持人 最重要的是做节目 所以之前一年做了40多档 刘维做了20多档 杨迪梅兰做了十来档 我今年做了四档节目 其实对一个主持人 四档呢 我只知道你一档 你会不会聊天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特别垮 我当时觉得我还活着干什么 那你去死啊 哎 我只做两档哎 后来呢 我说做火星说提案 整个这一季快结束了 我的提案非常少 27个提案 我就提过两个 一个是第一期的第三个 一个是第三期的第二个 抱歉 对 你只有一个提案 整一季啊 我一个提案到现在厉害吧 怕了 过年了都 后来不提案就好 我就说说内容 说内容真着急 就好多聊过的东西啊 被剪掉了 心里面特别特别的失落 但是我觉得 这段时间让我收获了很多 可能没有挣到那么多的钱 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 上面有一段文字 你所有流过的泪 是一条渡你的河 你所有受过的苦 将照亮你前方的路 岁月从没有放过我们 我们亦不能辜负岁月 所以垮的是2016 2017 我希望它 不再垮了 好 李二哥 好 好 这一段不会被剪掉了 棒棒的 剪不掉了吧 到我写的时候 我把整个桌子跪断掉 来来来 起先 吴老师写出来是拼音 你说吓不吓人 还有哭笔 顺 力道强劲 穿业 我进入这个行业三十几年了 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是很顺的 那可是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就有很多的跌宕起伏 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坐过山车是不是跌宕起伏 但是它是顺的 我常提醒我自己要顺服这个环境 找到最适合自己发挥的那个位置 然后想办法在这个环境里面发光发热 顺 接下来 前锋吧 前锋你要写一个什么 雪 雪 她写一个雪我真是感动了 胖 真的是胖 好诚实 那写得好好看 2016年是我人生体重的巅峰 从之前上一次减肥我记得 我减到了七十公斤 现在上秤的话是83公斤 整整胖了26斤 整天啊 第一季我记得我跟雪佛说过 我说我要为了你减肥 越减越肥 但是 这个雪佛也没有给我任何回应 所以我就基本上放弃了 好雪佛你站到这里来 嗯 又我 你给她一个希望 就是如果说你减到七十公斤 我给你一个机会 好的 前锋 2016年已经要过去了 即将来到是2017年 那我希望你 可以健健康康地 减下你的体重 减到多少斤 减到85 减到85 七十斤嘛 七十斤 那是她的一条腿 对不起 七十斤你听我说 七十斤基本上就是高位节肢了 对不起 好吧你考虑一下 我搞错了 没必要那么狠 七十公斤 七十公斤 如果你能做到 我就可以 给你一个机会 考虑给你一个机会 耶 走 没段 没烂 胖还快啊 依然胖 雪佛第一次在台上 同意给她机会 因为我看她应该是剪不下来了 胖一半 胖一半 好接下来 续呼 哇 人家还要这样子写 哎 厉害啊 哎呦 这有讲究了 不是春联都会这样吗 哇 好 好直啊 我怎么办 我觉得我写得好丑啊 鞋 她如果这个时候写出来 是个鞋子 她真的是写得太上面了 一 你是在给一叶子 先补水面膜打广告吗 火星情报局 经纪人在跟我说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因为其实我很不会讲话 所以当时我就说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表现 但是他跟我讲说 你要好好想一想 给自己一个突破 我就在家里想了好几天 我就说 好吧 我就当学习的态度 赶快来这边 看自己讲话 什么口条可不可以进步 其实第一次在 撩韩歌的时候 我非常的紧张 我也紧张 我的手是在这边抖的 我的心也在抖 可是我要装出很正经的样子 然后撩就这样 可是其实我很紧张 而且我现在讲话也很紧张 你看 脸都红了 然后还有第一次唱歌的时候 唱千年之恋 那其实是 有了 那你会唱什么歌 唱千年之恋 他整个都懵了 我很紧张 我很紧张 副球长 你唱歌这么难听啊 这个人真是的 来一遍 来一遍 年底了 好 不好吧 认真听你唱 搬回一局 天哪 我的妈呀 你要当一个 很敢唱歌的女演员 好难 好难 我们所有人唯一圈 这样看她 来 来 預備 起 这样就开始了 当然 当然 谁在悬崖起乎差 温热前世的牵挂 而我在挑战千年的时差 爱恨前何瞎 恨恨跟敲打 我又流长了头发 耐心等待海 安鲜的变化 大雨就要下 垮了 斬斷垮掉 斬斷 雪芙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呢 懷疑自己 自信不夠 唱歌你一定要像他這樣 不要臉 你撒開一點唱好不好 懂得掌聲一點好不好 畢生演唱 畢演唱是吧 來 調 好 音樂 等等 鍵盤手你跟他有仇 你起調起不夠幹嘛你 你剛才要高一個調 這也是我的問題嗎 我跟你講 至少要這樣兩個都三個調好不好 你給他個第八度算了 風 狠狠的光 很好 可以耶 哇 誰 誰 在 海旁 海風一直捲 淋著沙 你卻錯過我的年華 錯過我心上的擠壓 你來愛我嗎 你來愛我嗎 我等你一句話 是富哥我起低了嗎 起不起低都不重要了 你知道嗎 剛剛沈孟城說的句更狠的 富哥唱了三句後 他才反應過來 他說一句之後 原來是這首歌啊 但是我跟你說 這就是郭雪夫可愛的地方 對 他今天把這歌唱好了 他就不可愛 我就是跑掉 你管我 接著來 王中 王中 哇 寫草書 哎呦 除 哎他真的寫得好 除 沒 沒腳呢 你只要現在 可能在娛樂圈當中 真的是小花當道 鮮肉當道 然後可能在我們 30的高齡 就是有的時候會不自信 所以其實當時 我做了一件 有一點丟臉的事 就是謊爆年齡 就導演在問我說 你多大的時候 哎 這位演員 您今年貴庚 我狠狠心說 90年 當時導演 摇了摇頭說 年齡是稍微有一點大 你知道那個時候 90年真的 已經往小的裡面爆了 90 你想想90年已經27歲了 他申請的角色 是一個小孩 你知道嗎 我覺得在新的領域當中 你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去做很多新的嘗試的時候 除就是代表著小 幼 然後年輕 心 嫩 對 其實你是要保持一個很好的心態 所以我也希望在2017年 能夠向所有的觀眾 重新的介紹自己 就是大家好 我是汪聰 是一個出道十年的新人 我們希望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面 汪聰能夠像她今天的表白一樣 用十年累積的經驗 去做一個了不起的新人 好不好 好棒 薛志全 我啦 我應該是所有人裡面 字最醜的一個 不一定 我好期待他寫什麼字 猜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該呢 首先我的該之前有一個字是要 就是其實我這個人 對於我的工作上 是非常要的人 我這一年非常非常的開心 是因為我真的可以回到大家的視線當中了 然後這個該字就是對我自己說的 就受著吧 說實話今年的360可能是我去年我睡覺的三分之一 但這是我選擇的生活 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和我的目標 我的目標就是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一線的歌手 中間 這些事情我都願意去做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很害怕自己再過氣嘛 就很誠實地說 所以我覺得 對 從今天開始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是我的生活 我一定會從今年開始2016開始 只要我還有能力 我就把我每一首歌都會寫好送給大家面前 然後這個字呢就送給我 也送給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因為你自己選擇的生活 你就自己承受 謝謝 可以 來 彩兒 彩兒寫字好認真 姐姐有比方 姐姐寫的真的是幾好的 寫的是個甜 好像是球吧 球勞的球 為什麼要寫個球 底下還有個心 恩 恩 恩 好啦 為什麼是恩呢 我本來不是寫這個字 然後後來想一想 其實今年真的很感恩 因為我今年的願望就是要陪我兒子 所以不拍戲 那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不拍戲我要幹嘛呢 其實本來就想說就 算了吧 就反正也演不出什麼花 就在家裡面帶帶孩子 然後讓我老公去拍戲 結果突然間 就是 上了火星 然後 就是 就是 跟大家玩得還滿開心的 然後那個 就 很開心就是 怎麼會是我 莫名其妙 不應該啊 然後也覺得說那個 因為我的個性其實一直來都是滿綜藝的 其實現在才被發覺出來 就我根本就不適合做演員的一個人 你知道嗎 我就是適合在那邊跟大家嘻哈 然後 收工完喝點小酒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回家 坐高鐵 三個鐘頭回到家裡陪兒子 我真的很感恩 然後感恩火星 感恩那個 就是 感恩人生這樣 哇 好棒 好 接下來接下來我來寫 我來寫 局長 局長左手 左手都寫得比我們好 局長的莫寶我跟你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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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局長的最後一個 他寫完了沒有人再敢寫了 他是左手 不 我本來就左撇子 我寫的這個字是穩 我自從有了孩子之後 我覺得我的人生應該更加的平穩 然後只有穩穩的 家人才會妥妥的 只有穩穩的 然後 所有我身邊的高級特工也好 還有副局長也好 我們在一起的這種時光才是穩穩的 我都希望我的人生是穩穩的 然後 希望我的穩穩的 能夠讓別人感覺妥妥的 好不好 對 穩穩的幸福 穩穩的幸福 接下來是這樣 大家如果願意 再送一個字給其他人的話 送給對方嗎 你想送一個字 送給誰都可以 比如說前鋒 我要送雪服的這個字是 家 海藍之家的家 海藍之家的家 是的 如果說將來 天啊 天啊 不是不是 千鋒你緊張 就是如果說 如果將來雪服的生活當中 有我或者沒有我 我都希望 他能有一個溫暖充滿愛的家 謝謝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你要不要先送給兄弟 怎麼知道 兄弟啊 送你一個vivo 永遠漂漂亮亮的 大家還有沒有要送給其他人的字 威威 我送你一個字 劇 什麼劇啊 相聚的劇 其實我們都是 曾經被遺棄的孩子 對吧 我們能在火星情報局裡面 找到自己的身手 我覺得是我們倆特別開心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倆以後一直劇下去 就像我們兩個剛剛出道一樣 十年了 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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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我也要送一個 我送一個沒有到場的 我送給楊迪 楊迪沒有來 包括溫小雅也沒有來 送一個好 我希望這個字 送給我們所有所有的人 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一天都是你人生當中最好的一天 所以希望每一個當下 每一天 大家都是好好的 好不好 我在這裡也提議我們現場的每一位朋友 也可以在心裡思索一下 2016年你人生當中最重要的那一個字 有可能我們長篇累讀地去寫自己的2016年的總結 不如你自己安安靜靜地想一個字 這個字包括你的家人 包括你的愛人 包括你身邊所有的人 因為過去的一年有可能有很多很瑣碎的小事 把所有的瑣碎集中在一起 捏合在一起 有可能就是你生命當中最重要的那一顆救命的金丹 我覺得剛才那個環節非常非常好 簡直不用討論了 完完全全可以用一個字來描述剛才的那個環節 就是過 超級裝備 巨峰腰帶 好想要 好好 老規矩 雪狐 薇薇她提案最好 但我覺得沈孟辰的提案也很好 各位親愛的朋友 薇薇和沈孟辰到底誰會獲得2016年 火星情報局最後一件大法寶 好 我們還是用我們的傳統方式 猜拳了 石頭剪刀布好不好 太好了 好 來 兩位 跟我沒關係 好了 石頭 剪刀 布 恭喜薇薇 飛起來吧 兩位 我的布娘 我是最年本的 加油 誰穿過 鋼鐵道 綠洲 看城市多折磨 請你配合我 一起難過 假如 遠遠沒點起火 我們回到那時候 我們回到那時候 歡迎大家上淘寶搜 火星情報局官方店 來購買我們的火星裝備 讓我們來看一看 微博上出席都提交了 一些什麼樣的 有趣的 我發現 發洩 選這個 雪峰老師 最近地球上出現了 很多校園霸凌現象 我不知道咱們火星 有沒有這種現象 在咱們火星這種事 是怎麼處理的 我們一定要找很好的老師 去教育它 然後告訴它 你欺負同學 將來也有可能會被別人欺負 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人集中起来 交给我们的许峰老师 对 许峰老师 你要教育他们 头发都等白了 白的 白的 局长 现在社会压力过大 然后二十岁的年轻人 普遍存在四分之一危机 那么对这些 对未来有恐慌的年轻人 你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为什么要对未来还恐慌呢 未来还没有来 所以未来有可能 来的时候是恐慌 也有可能是幸福 我觉得根本不要去想未来 就像有一句话说的好 明天的忧伤交给明天 否则我们要 要明天干什么 做好今天 你就有美好的未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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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的小路斯 好开的小路斯 就是很多人都想红 然后想感受一下 被簇拥的感觉 火星有什么速成的办法吗 买个口罩 再戴个眼镜 啥的 把那衣服穿得跟刘维似的 在那个虹桥机场 多转悠转悠 就会有人找你拍照了 对 这是红桥一姐 但是我要跟红桥一姐说一句话 在不耽误学习 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尽可能地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说耽误了学习 耽误了工作 只为了在红桥去读你喜欢明星照相的话 我是坚决不支持的 一天到晚守在机场 终究不是个正经事 好好学习 一定要好好接受 好不好 好 还有谁 局长 局长 我来说个题外话 题外话 对 咱们回头几乎觉得导演 通过隐蔽的方式 然后向观众 然后首要高额的生日礼物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有没有人来管 天呐 太过分了 我的生日是4月7号 4月7号 4月7号 好 这么多了 局长 你啊 局长 局长 这冬天到了 从太空看 那地球尤其是亚洲的巨部 就像打伤了马赛克一样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真的 我们最近也在分析这些原因 我要告诉大家 要么就是天灾 要么就是人祸 如果不希望那些地方的马赛克 能够越变越深 或者是范围越来越广的话 从自己做起 看你能够为改变这个状况 做什么 从自己做起 你一定能够有所改变 好 好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们就 退场了呀 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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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个字形容你的2016 潮 红 女 爽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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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的话就是 我呢15年年底的时候 就是无人问津 到了16年年底的时候呢 就已经成为现在目前网上 可以说是最火的一位老师 所以说对于我来讲 这一年真的是充满的惊讶和惊喜 我很方 因为呢我以前是不懂的追金服 然后到现在呢 在地铁上都会有人来找我要签名 都知道我叫红桥一姐 让我很困惑也让我很方便 平 平凶的平 因为今年过得平平淡淡 平平静静静的 一直在安静的拍戏啊工作 但是在工作之余 能够有心参加可心情报局的录制 就让我的生活多了一些色彩和快乐 Lowler coaster 云霄飞车 就是有上上下下的 可是我相信17年会更好了 因为是17一起可以合作 物 领悟有物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 很有意思的事情 又带来了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新的领悟 特别是来到火星情报局 觉得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很多 很有意思的事 很有意思的人 所以希望2017年 都更加有趣更加好玩 棒 因为这一年对我来说 学了很多的东西 做了一些视频结果都很好 所以我对自己也很满意 但是我也觉得要继续学习 继续努力 开始的是 在最火星 火星情报局 能有最初的开始 所以感到非常容易 希望你能开始 给我的今后 带来更好的明天 我发现地球是个很美丽的地方 需要大家的保护 期待每一个人的行动 行动改变未来 我发现世界上的好人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寻找 更难好的 家务宝人剧场 一座小温暖人间 我来演你感动世界 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新的朋友们 现在点击订阅按钮 在第一时间 关注火星情报局官方自频道 您就可以看到更多 在这里不会看到的火星内幕 同时也请关注 火星情报局微信公布账号 和官方微博 火星特工奇节令 火星情报局 总部大大门在呼唤你 火星辩导和火星商务虚未以待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散落在地球上 脑洞逆天 创意在线的火星特工 那就赶快投递你的认证简历 致火星邮箱吧 商务合作 请联系火星情报局官方指定通告 感谢UC大数据 为火星人提供靠谱指报 更多趣的资讯 看UC头条 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快来美拍关注火星情报局 美拍照好 看更多的精彩 女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启贤 还有一天 2016年就要说拜拜了 有一次形容你2016年 敬爱的火星情报局 官方微博就有机会获得火星赚数 大力 看 Estivar Huge 老师好你好 我叫刘纬 刘德华的刘纬 刘纬乃的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 《遗失的美好》 老师这样一个调谢谢 这个选手在唱歌之前 其实可以先冷静一个五秒钟 让自己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去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我在听老师见解啊 我该我了 接着我都来感觉了 五 四 三 二 一 爱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 终于河天在地平线交汇 爱如果走得够远 应该会跟幸福相见 啊 天哪 忘词了 感谢深度互动平台 非博 首席资讯阅读案 UC 首席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战略合作伙伴 搜狗搜索 WiFi办的钥匙 饿了吗 优库路由器 阿里通信 澎湃新闻 凤凰新闻 超级可乘表 互动百科 讯飞手机输入法 优库会员 优库自频道 360影视 百度贴吧 中华万年利 百度娱乐 看天下 Onward 魔秀桌面 正点闹钟 肥票 粒子直播 租租车 粉丝网 懒人听书 天会星雨 一点资讯 默默 Zucker 海报时尚网 虾米 微索评 58通常 感激网 转转App 秒拍 美拍 KOLOR多彩手帐 拜托了学妹 核心辜负 书结诗策纸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淘宝搜店铺 火星情报局官方店 买火星装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